仅需30秒就可以用手机录制制作自己的数字人 10分钟啊搜了一下 属于你自己的数字人形象和声音的就生成好了 这个你感谢吧 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 好久不见我是静电 那咱们的频道啊好久也没有更新了啊 跟大家道个歉啊 这半年呢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那静电呢在这半年呢也开始上大挣钱了啊 所以呢这个更新的也少了 那这半年的AI技术呢 确实也是在日新月异的往前去发展啊 那Change GPT 4O呢也已经出了很久了 而且呢这个黑震3啊 黑震也就出到了三代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那静电呢这半年呢也在做关于这个AI大模型方面的一个内容啊 不知道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字人技术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这个技术呢应用的确实也是非常的广泛啊 那在半年前呢这个技术可能大家觉得还是稍微有点笨拙的啊 以前呢我们来录制这个AI数字人的时候呢 这个去年的这个教程啊确实是挺麻烦的啊 那静电光在之前准备的时长呢 就花了大概两个小时的左右啊 那这个过程呢是略显麻烦的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数字人呢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啊 第一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录制啊 过程确实简单了不少 以前我们录制数字人的时候 今天当时要去搭这个绿幕 然后呢还要找这个4K的一个高清录制的相机 还有说我们的一个麦克风 然后都要处理的非常的好啊 那而且对动作和语音的要求 它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那现在的这个数字人呢 只需要用手机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他可以非常快的完成我们的录制啊 仅需要30秒的一个时间啊 这个你确实别不相信啊 等会儿呢跟大家演示演示 大家就知道了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生成的流程也变得特别的简单 那去年这个介绍的数字人呢 我们在录制之后呢 大家都知道要提交审核啊 提交给那边的技术人员来审核 如果呢你的提交的内容呢不达标 比如说那我们录制的这个声音里边呢 有磕磕绊绊的情况 有说的不连续的情况 而且呢我们录制的这个视频里边呢 这个分辨率或者是别的一些场景的不达标 那就会被打回来 然后我们要重新的录制啊 那整个的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慢 我们生成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八九个小时 要一晚上的时间才能生成出来 另外呢我们还要审核的时间 还有录制的时间啊 这一天大概二十四个小时还多的时间呢 就会被浪费进去 所以等待的时间真的是特别的漫长 那现在呢我们就不用凭运气了啊 我们可以十分钟呢 很快的生成一个处于自己的数字人 这个过程呢我们是可控的 那十分钟如果录制不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再录制一个啊 这个时候呢可以提升我们大量的一个 时间的一个效率 那第三点呢 现在的这个语音技术啊 也变得更加的高级了 之前的这个数字人大家都知道啊 那我们在读这个语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像机器人一样啊 读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机械啊 因为他没有这个情绪啊 现在这个数字人呢 会帮助我们自己去定义一套 有自己的情绪特征 还有声音特征的一个 这个语音的模型啊 通过这个语音模型呢 你去录入一段这个文字 然后呢让它去生成 针对你的语音的一个 这个说话的一些声音呢 它会变得非常的自然 你甚至说你不用再去 后面再去录制这个声音了 它可以自动的用 这个文字转语音的方式 就可以帮你生成 并且是对好这个口型 帮你去读出来的 所以效果呢 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升级是很棒的 另外一点的话呢 这个声音呢 可以自己来去控制 这个停顿的市场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话中啊 有一段我需要多停 多停顿一会儿啊 那另外一点呢 它的这个某一个字的声调 和语调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变得非常的灵活 和可控啊 这是三点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点 也是向大家取隆重介绍的一点 OK那接下来的视频呢 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啊 手把手的一步一步的 来去完成这个 手机端的数字人的制作 录制 你需要30秒时间 10分钟就可以生成 属于自己的数字人了 接下来一起跟着 今天来进行操作吧 Ready go 首先呢 大家可以访问屏幕上的链接 来到这样的一个网站啊 那glom.iai.com 然后呢 我们在右侧 可以看到一个注册 和登录的界面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来进行注册啊 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手机 或者是邮箱来进行注册 那注册的时候呢 记得填上我的邀请码 邀请码已经达到屏幕上了 大家可以来去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自己的邮箱进行激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登录到 我们的账号里边来了 好这是我们登录之后的界面 那登录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急速版数字人 这样的一个标签啊 那我们在这个数字人的标签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急速数字人的体验版啊 那现在的折扣价值 这样的一个数值啊 那接下来呢 大家也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码 来去领取更优惠的 一个折扣的价格啊 那折扣的这个价格呢 我们可以来进行 15个形象的定制 以及一个声音的克隆 也就是说可以进行你专属的声音的一个定制 然后呢 有三个小时的视频的录制时长 也就是说 你可以使用你定制的形象 来录180分钟的视频 这个时长呢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超值啊 大家可以说录三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啊 对一般人来说 它是非常够用的 然后呢 40秒的这个急速定制啊 10分钟呢 就可以来完成 大家可以串造啊 那10分钟录制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来预览效果了 所以整个的这个速度呢 是非常棒的 大家记得啊 在这个里边的填写屏幕上的我的一个邀请的折扣码啊 大家也可以更优惠的价格来进行一个购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点击立即购买进行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在购买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那在手机操作之前呢 我们要下载对应的APP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iOS和安卓的两个二维码啊 如果你是iOS手机的话呢 就扫左边的 如果你是安卓的手机呢 就扫右边的啊 那我现在用的是一个iQOO的一个手机啊 它是安卓的手机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扫右边来去下载这个数字员工的APP 那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 客户端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了啊 那以我的手机为例 首先呢 我们打开数字员工 好 打开之后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界面 它的这个界面呢 上方有一个急速定制 那我们这次呢 要演示的是急速定制 所以呢 我们使用鼠标啊 我们去点击它 打开急速定制的页面 打开急速定制页面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啊 它有一个模板 它这个模板的话呢 会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去录制 以及录制的场景有哪些啊 那我们可以来去看一下啊 比如说 在这个播报模式下啊 那可以有一个人在这里炒菜啊 在这里洗水果 好 这是一种场景啊 那当然呢 还有一个交互模式的这个场景 好 这是坐姿的场景 那坐姿的场景呢 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种场景 我们全面反映示范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来进行室外的一个拍摄啊 那这是一个美女在室外 进行拍摄的一个场景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啊 这样的一个模板的一个案例啊 我们可以模仿它来进行拍摄啊 那这里边有这个美女啦 有这个销售留学顾问等等的这个形象啊 我们可以用来做多方面的多场景的一个展示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来去选择一个跟大家来做演示啊 以最常见的这个坐姿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首先呢 那我们点击这个播报模式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这个播报的这个效果啊 那确定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啊 我已经同意这样的一个急速定制的规则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点击制作同款 好 此时呢 就会来到这个摄像头的一个界面啊 它默认的是一个前置的摄像头 那你也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后置的摄像头呢 来进行拍摄 那在这个界面里边呢 它还支持这个很严效果啊 那以我的这个样子啊 我不是太自信的话呢 我可以开一个这个美颜或者是美肤的一个效果啊 那比如说你开一个这个美肤摸皮啊 摸皮的效果或者是 哎 这个小脸的一个效果啊 好 或者是你可以开一个这个滤镜啊 这样的这个效果啊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这里滤镜呢 我们就先不开了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呢 还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 是晚上啊 我以晚上的这个效果给大家录制 我旁边呢 有一盏这个呃 台灯 然后呢 我后边呢 有一个落地灯 这就是我的整个灯啊 那所以整个看起来呢 我们的手机的感光呢 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我确定好了之后啊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姿势啊 你可以去正对 或者是稍微测一点的都是可以的 好 那比如说 那我们现在去摆出这样的一个姿势啊 另外你要注意你的这个面部啊 面部的话呢 尽量保持一个五官是正对这个摄像头的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好了 那我们调整好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录制按钮啊 来进行一个录制 好 直接点击它 下面我们要拍摄40秒的播报数字人素材 请选择安静的环境进行录制 在这40秒中 前30秒要保持嘴唇闭合 用脑电波对镜头说话 用丰富的肢体和眼神来传递情绪 比如这样 透10秒大声朗读屏幕上的文字 好的 现在打起精神来 让你的眼神发疯 准备 3 2 1 我们开始啦 像我一样 眼睛亮起来 用脑电波对镜头说话 但不要张嘴哦 说话时 搭配一些自然的强调术实 注意眼神 想象你有一肚子话要告诉镜头 非常好 保持住 接下来 让我们大声朗读屏幕上的这号文字 请注意朗读时的声音情绪相被克隆 准备好情绪 3 2 1 别忽视小钱 日积月累 你会发现 那些看不起眼的小额的储蓄和投资 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恭喜你完成了主材录制 拜拜 OK 录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段的这个loading的时间啊 方便我们来进行一个预览 好了 那么经过系统的检测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录制啊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给自己去起个员工的一个名字 然后这里有预制的这些声音的效果啊 当然呢 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声音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定制 新声音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呢 给你一个自己的声音的模型 方便你来自己定制自己的声音的效果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定制新声音 然后点击全日提交 好 此时呢 系统会对我们的视频 以及我们的声音效果呢 同步来进行处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只需要等待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那这个我们的数字人呢 就会处理好了 大家稍等片刻 经过十分钟的等待呢 我们的任务已经生成完毕了 大家点击编辑之后 就可以来到我们左侧屏幕的这个样子啊 那我们在其中呢 可以通过文字 或者是语音的方式 来输入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的数字人呢 把这个内容给读出来 当然呢 我们在下侧呢 也可以运用不同的模板 或者是给它换背景啊 当然呢 我们现在没有对它进行抠图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就不运用相关的模板了 那我们先生成一段相关的文字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那么我们就借助 ChartGPT的这个4欧 帮助我们生成一段主播的这个文案啊 口播文案 好 那我写的是 假设啊 你是一个网络主播 那然后你的频道名字是 静电的AIA设计教室 那现在呢 给你的频道 生成一段口播的文案 那接下来呢 ChartGPT就会帮我们生成一段 这个口播的文案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案 放到这个里边去啊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点击视听 来进行一个预览 或者说呢 我们也可以对这些文字呢 插入相关的停顿 比如说在这里边 我们希望让它停顿更长一点 就是这个菜鸟的这个后边 那我们可以点击插入停顿 我们让它停顿0.5秒左右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调整相关的读音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 调整一个字的这个读音效果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啊 现在这个物是四声啊 它给我们的一个四声 那你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呢 那也可以在这里边呢 给它写不同的这个声调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写五 它代表轻声 好 我们点击确认啊 请输入拼音加声调啊 那我们点击输入物 物之后呢 我们跟一个五 好 我们点击确认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相关的停顿 以及读音的一个调整 在下方呢 我们也可以调整相关的音量和语速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呢 可以让语速更快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用AI 生成相关的这个口播的文案啊 这都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提交 来生成相关的一个内容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录制一段语音 自己来录制一段语音 或者上传一个 你已经录制好的录音的文档 也是可以的 那通过这个操作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呢 系统就会帮我们生成相关的 数字人的口播的视频了 好了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呢 我们的视频呢 已经生成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边 是我之前生成的三个视频 那这个最新的 是我刚才生成的一个视频 我们点击打开来看一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电的AI设计教室 我是你们的AI主播静电 这里啊 是一个轻松有趣的科技小天地 我们会带您一起 探索人工智能的神奇世界 不管你是好奇的AI菜鸟 还是想要深度挖掘的技术达人 这里都有丰富的内容等着你 赶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我一起在AI的海洋中遨游吧 让学习变得更加轻松 更加的有趣 让我们一起开动脑筋 发现新奇的事物 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呢 比较的合适 适合你做其他的用途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导出 来进行一个导出的操作 导出到你的手机上 然后再传到电脑上 或者说呢 你也可以点击修改按钮 来进行一个修改 效果是不是很棒呢 好了各位小伙伴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完完整整的结束了 不知道今天的教程 有没有给大家带来帮助呢 那喜欢这个数字人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点击我们屏幕下方啊 屏幕下方是有链接的 而且有专属的这个邀请码啊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那希望在这个AI时代里边呢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啊 不管是您去做自媒体 或者是说各种的网络主播 或者是说这个直播的 电商的一个带货的话呢 希望大家都能使用AI 来完成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 也希望呢静电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 好了我是你们的行伙伴 静电我们下期的静电AI设计教室 再见吧拜拜